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就已经有传真给各委员的办公室 告诉他们说 这个水土保持法从去年 他所提的版本 他里面把第十九条 就是说有水库的 这个该保护的地方 他竟然认为说 这个要拿掉 在这里就是说 本来水库这里是禁止任何开发的 然后他现在呢 就是把他说 储夷特别要保护 那储夷特别要保护 到底是谁来保护 然后这个含义也没有定好 那所以行政院这个版本呢 他现在要把第十六条的 这个水库保持的 那个水土保持的 这个特定水源区呢 他要把它拿掉 然后在第十九条里面 他也有讲到说禁止开发 可是这个字眼也要拿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担心说 立法委员如果你今天当这个行政院的版本通过了 那么你在去年 我们立法院有审了一个六年六百六十亿的这个治水预算呢 其实是等于白费的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集水区开发了之后呢 你接下来的是崩塌还有土石流 集水区就是这么脆弱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饮水的问题也会发生 所以当你开放了这个集水区的开发 你后面的治水是无限制的永续 永续在编列预算 所以我们是呼吁各经济委员会 你们今天最好是把行政院这个版本退回去 不要让他有通过说这个第十六条 他是说特别需要保护的才要保护 那由地方政府自己来宁定 那也就是让他们可以把它开发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海团所担心的 从九一地震从八八水灾到今天为止 已经也有中间数个台风跟强雨 都摧毁我们的台湾的山林 那为什么会被摧毁 我想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执政单位 我们的台湾的政府 事实上完全没有去检视这一些的嘛 那我们现在呢就改口了 我们现在应该叫国破三河税 水库集水区能够把它去除掉保护城吗 我想是不行的 水资源是最珍贵的 今天连最基本的水库集会区 这些水质水量的保护区 我们还要给它解编吗 水土保持法可以这样修吗 修了也不过就是 我在推测好 我合理的推测 可能财团就上山了 很多的发展 很多的开发就跟着上山 到水利署的土地里面 我们到今天有总共大概要台湾有96个水库 这些水库呢 最大整个很不幸就在我们台南 我们的中文水库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一个莫纳克就让中文水库 南化水库 这些水库最重要的 它的衣机量就变成高达三分之一 一个中文水库的衣机量 莫纳克就带进了9120万立方 一个南化水库就带进了1250万立方 各位我们的水库 我们的集垂区 还能够这样糟蹋下去吗 我必须跟各位讲 之前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新店那边 那个新店那是什么地方 我们在那个水利处还是哪里 开那个会议的时候 水保局对 水保局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呢 翡翠水库管理局是反对的 各位台北市的翡翠水库管理局是反对的 全台湾的水库品质最好的就是翡翠水库 品质最好的翡翠水库 他反对这个案子 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水库 影响这么多人的生活生命 这一些已经微微可及的水库 现在政府要让它坏得更彻底 所以我说现在立法院正在做的是一个制光的行为 我认为我这种说法一点错也没有 所以我希望各位 包括媒体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 为我们全台湾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生存品质 大家一起留下来 看看今天立法院它到底想搞什么鬼 谢谢各位 像比方说万大水库 那积水 就好像是一杯水里面大概有60% 里面都是泥沙 有的甚至是高达96%都是泥沙 现在全台湾最危险的两大水库 一个是真纹水库 一个是石门水库 鱼上都是60%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台中 就中部地区吃水的一个地方是日月潭 那因为日月潭是吸引了很多观光客 我认为这一个修法是为了中国大陆 要来台湾去收购我们日月潭旁边的土地 还有就是像鲤鱼潭旁边的土地 还有德基水库之类的这些土地 然后去布的一个局 去修改的一个法 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为了要发展经济 你连我们喝水的这个品质你都要去牺牲掉 还有包括说台中现在有学乎缆车这个议题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大甲溪的上游 也是我们的石岗水坝的上游 然后你这些上游的部分 你都要去让他们解编掉 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盖饭店 可以在那边去盖饭店的开民宿 然后连那个最基本的 本来这次修法 他连那个最基本的40米的一个保护带 就是河旁边 这个热潭的旁边 比方说这个热潭的旁边 跟这个建屋应该有40米 他连这个都要去取消掉 我自己人一听到这个议题 我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紧张 恐怕我们的政府 跑开始跑掉了 因为我不相信说这些高官 他都不用喝水 他喝水可以喝进口的控泉水 那总是要洗澡 总是要摔摇 总是要冲马桶 那包括就是农田水利的 这个部分的资源都已经温暖得很严重 他随度保持法 应该要修得更好 不是修得更差 他用修法是要修得更严格 不是说修得说 哇我这个水库周围旁边的地 都可以卖出来草地平 你也知道这个消息 我特地赶来这里 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政府在修法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小时候去到日月潭那边玩 然后我在万大水库 看到那样淤积的场景 那样子的 大量的淤积 造成我们水库的使用率 越来越低 然后我们看到政府想要修法 想要把有需要保护的地方 才纳入保护 那我在想的是 我们年轻人 我们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的用水的安全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 国土的安全的保护 会不会越来越来越被政府 这样子的修法 去给修掉了 我们年轻人的 下一代要看到的 台湾的国土要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今天特地赶来这里 就是希望说 希望政府修法的时候 能够纳入我们的声音 谢谢 在这边要提出来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水保法的这个修法里头 它目前只有两个水库 它把它列入是需要特别保护的 拿两个水库 很容易寄 而且非常的特殊 一黑一白 一个是白河水库 一个是乌山头水库 那我们也知道 政府可能会以为说 用这样子来叫做包山包海 因为一个是白河嘛 一个是河 一个是乌山头 一个是就是山头 但是实际上面 我们台湾有几十座的水库 那你只有把这两座水库列入需要保护 其他的通通要开放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在目前水保法如果要修正 如果对于水库及水区的开发行为 要做一些调整 管制措施的调整 其实要去调整的是 关于水库的这些开发行为 限制的补偿的金额 这些金费的利用的管理 其实才是需要管理的 我们现在看到 许许多多的这些回馈金 在地方反而变成地方政治人物 的禁软 反而变成地方政治腐败的来源 其实更应该管理的 是这些金费的运用的方式 是不是能够更透明 能够真的用在水库的保护上面 而不是继续的开发 继续的破坏水源 哈费水库水源安全 反对水土保持凶滑 反对水土保持凶滑 哈费水库水源安全 反对水土保持凶滑 反对水土保持凶滑 哈费水水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